Hello 很久沒見 今天想和大家坐下聊聊天 不是挑戰 亦不是什麼 就屬於我個人的清談 我想分享一下我創作肥娃的經過 為什麼當初會加入youtube 所有所有關於我的小經歷 讓大家了解我之餘 我也想分享我的過往給大家聽 如果有follow開我的人 就知道我除了拍youtube之外 我也有做一些創作設計的 另外還有一隻屬於自己的公仔 叫做肥娃 說回以前的我 我以前是一個超級懶的人 例如當初小學升中學 人人都要選自己喜歡的中學 我呢 那時候什麼都沒想 我只是看家裡的地圖 旁邊那間最近的中學 我就是要那間 我就是為求可以多睡半個小時 幾分鐘 一衝下去就是學校 一放學就可以馬上回家 我是懶得一個這樣的人 加上我是一個極度不珍惜時間的人 我很沉迷遊戲 動漫 劇集 我可以每天花二十幾個小時去追一套動漫 再用二十幾個小時去睡覺 我的周末假日就是這樣過的 坦白說 那時候的每一天 我都覺得很漫長 很悶 如果我不看劇 不看動漫 我根本不知道可以怎樣過 而我小小改變的開端呢 應該就是由中四年開始講起的 那年我十五歲 我很記得中四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選科 那我的家人呢 不知道為什麼 很反對我選這個視覺藝術科 他們一定要我選 生物物物理化學這些科目 他覺得我喜歡畫畫 喜歡畫公仔 這些只是可以當興趣 並不可以當一個主科來讀 他覺得 根本你讀這科就沒有將來 不如你讀一下生物 看看以後可不可以考多個護士 就更好 他還跟我說如果你真的要堅持選這個視覺藝術 那行了 從此你的書保費 犯錢 學校需要的一切金錢開支 你都不要再問我拿 你這麼厲害的話 自己搞定吧 當然啦 我知道那一刻他只不過想兇我 想帶我 因為我一向都無所謂 你帶我兩下 我就什麼都妥協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 我很堅決 我就跟他說 好啦 那以後的開支我就自己搞定 對一個十五歲的我來說 我根本不知道那一刻我可以怎樣搞定 我不知道我可以怎樣去賺錢 我那一刻就是覺得 我覺得我沒有理由練 唯一我覺得自己擅長 在這個科目裡 拿到成功感的東西 我也放棄 之後我就去上網 看看有沒有外快找 我就上輪壇 我看到有一幫人去做這個 淘寶集運 賣ColorCon 那不打不撞之間呢 我就找到一個賣ColorCon的代理 我記得那時候還要在旺角那些 什麼商業中心裡去拿Corn 好像那些什麼GEO 還是NEO的Corn 從此賣Corn 就成為我中學階段的一個小兼職 就像一個網店 一開始我真的不太懂 拿錯Corn 拿錯度數 拿錯款式 遲到 不懂怎樣去管理時間 去每個站 和每個人交收 真的會被人罵到九血淋頭 有時候還會被人罵到 之後慢慢學 慢慢學習 怎樣經營 那時候一個星期 我都可以運到八百多元的收入 對一個十五歲的我來說 每個星期後八百多元 其實真的很多 隨時多過家給我的零用錢 後來家人見到我這麼堅決 都放手給我去讀 那一刻我跟自己說 他們越去看不好 我就越要讀好 不過當然 我還有一個很懶散的學生 對於其他科目 我也是 雖然我很清晰 我很知道 就算我這一刻讀好這一科 讀到給我五星星 那又怎樣 我其他科都解僱了 我仰賞不到大學 我一樣沒有前途 那一刻十五歲 我就是覺得 做好我喜歡做的事情 那時候也沒有任何目標 沒有任何理想 也沒有任何夢想 於是者 就到了中六的DSE 當我考完DSE 就有幾個月去等房綁 我又開始 晚無目的地 煮劇 追劇 是 約朋友去街 那我每天 又在這裡 無所事事地在家上網 直到一天 我在Facebook找到 一些DIY的項目 之後呢 我看到 我就覺得 我也很有興趣 我也很想做 第二天 我就去了買材料 然後上網看教學 自己學一下怎樣做 之後就開始畫公仔了 那時候肥娃的靈感 就是因為我叫阿娃 因為我有包包麵 還有執音 都是這樣斜的 那我就把這個公仔 把我 就套了一個青蛙的頭套 就代表我自己 那一開始肥娃的樣子 是這樣的 雖然我那時候 在家裡 開始畫畫 做手作 其實家人都很反對 他覺得 你每天在這裡做這些 做什麼 就是他們的眼中 其實你都在這裡玩 他覺得你做這些 跟你平時看動漫 是沒有分別的 我想說 有時候 當時得到家人的支持 得到朋友的支持 只是一種Bonus 你不要車幕 所有人都會支持你 那一刻 當沒有人支持你的時候 你要知道 只有你自己 才最清楚 你自己在做什麼 當時一開始做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 可以賺到錢 直到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問 你的產品會賣多少錢 然後我那時候 就在那裡想 原來也可以賣到錢 那我就 由MyCon 轉了做手作 又開始我第二個網店的生涯 如是者 直到放榜 那天 成績當然是預期之內的差 不要說讀大學 我連阿蘇 都上不了 亦都是我預期之內的事 我已經預料了 但是 預料還預料 那一刻 都挺迷惘的 見到身邊的同學 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 讀自己喜歡的科 我那一刻真的坐在那裡 我開始有點後悔 為什麼當初我不努力讀書 那時候問老師的意見 然後他建議我去選一些水泡科 去先讀 但是我那一刻覺得 如果我真的要讀這些水泡科 如果讀到一半 才覺得自己不喜歡呢 先來休學嗎 先來停 先來半途而廢 先來退 還是說 我正在讀這個水泡科 OK 我讀到最後 讀到畢業了 畢業的時候 我才發覺 根本 我不喜歡做這件事 我覺得那一刻才是真正又浪費錢 又浪費自己的時間 之後呢 就找了一間私校 是讀設計的 我記得那時候 每個月的學費 差不多四千元 當時的家 根本就給不起我 一個月四千元的學費 因為我還有阿妹 當時的家出現了這種狀況 那一刻我埋怨過 我生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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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家那麼窮 為什麼我的同學 就有一筆錢 是課他們 升學 我什麼都沒有 我在想 為什麼我的起跑線那麼低 就是 我開始埋怨我的人生 埋怨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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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埋怨 直到有一天 我偷聽到我媽媽 跟她的朋友聊天 她說 嗯 我放了工之後 可以去某某健身室 做清潔 我可以做打雜 我想每個人 多賺幾千元 給我的女兒去讀設計 我那一刻 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很丟心 我很生氣 那時候為什麼自己那麼幼稚 我已經讀不成書 我已經沒有好好珍惜我上學的時光 為什麼我還要奢求這麼多呢 那時候 我就去了 人生第一份工 麥當勞 早上去上學 放了學 就去做兼職 然後回家 再做單 再做手作 每一天都是這樣過 所以如果當初 你有份買我的手作的人 其實你也有份工 我去讀設計 我記得 我每一天都很累 上班要受氣 功夫又多 但是 我開始知道自己 因為什麼而累 我開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那一刻 我的心 十幾年來我第一次跳 一個一向都這麼無所謂 這麼懶的人 找到一個值得執著 值得追尋的一樣東西 讀設計 課堂給我的知識其實不多 那些老師 其實是客氣的 他是可以遲45分鐘才來上課 但是我們的課堂只有兩個小時那些 如果你真的很想學一樣東西 你會自己自學 上網找你想學的東西 去圖書館 找你想看的書 我忽然有一種求之欲 是我十幾年來都不會有的 坦白說我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不管是YouTube 還是我的創作 因為對我來說 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對我 就真的有一點點壓力 夢想又好像太過虛幻 我的方向就是 潮著我自己喜歡的事 一直這樣去 好老套 從小到大你都聽過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永遠都不會差 當你吃飯睡覺洗澡 都在想你怎樣可以做好這件事的時候 你當初所沉迷的 打機 動漫 行劇 竟然變了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到了2013年 肥仔越做越好 由這個Facebook page 轉到Instagram 更加多人認識 但每一件事都會有樽頸位 兩年之後我發覺 肥仔開始沒什麼買了 我也不知道再怎樣畫下去了 我要做的事都做了 我不知道怎樣去突破這個瓶頸位 之後呢 我妹妹不知為何開了Youtube頻道 其實是她拍片 我一刻第一個反應就是 嗯 原來我妹妹這麼有表現肉嗎 我那時候是因為她拍Youtube 所以我才拍Youtube 我記得我第一條影片就是跟她去長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Youtube是另一個世界 它有影像 有聲音 有文字 你想表達的東西 是會有更加多人知道的 所以呢 我就開始了拍Youtube 我不知道現在在看影片的你 是因為Youtube而認識我 還是在Facebook Instagram 跟到我過來Youtube這邊 我真的很感激 有一個感激平台 可以讓我和大家聊天 讓大家認識我 讓我和大家分享 我在這裡找到一份屬於我的歸屬感 很神奇的 你對著鏡頭說話 有人會回應你的 會關心你 我有很多Inboss 他跟我說 辛苦了肥仔 不要做那麼晚了 要睡覺了 我開頻道到現在 真的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Haters 我知道有部分人買我的產品 並不是因為真的 喜歡我的公仔 我知道你真的純粹想支持我 而去買的 而我沒有想過 我除了設計畫畫之外 我對拍片也有一份執著 而這份執著不是因為我對相機 對一些死物有執著 而是我對著鏡頭有人給回應 我有人支持我 也都是因為你們 我的興趣和工作才可以 用為一體 一個讀書成績那麼差的人 忽然之間 我覺得 我有了方向 令我知道我不可以 抹殺自己的任何可能性 如果當初我不接觸Youtube的話 可能肥仔一早已經被人遺忘了 我也都放棄了 可能我已經回去做麥當勞 如果我沒有拍片 我也不會知道原來自己喜歡拍片 原來除了畫畫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找到我的熱誠 找到我的執著 所以我覺得你們現在這一刻 你可以是沒有夢想 沒有目標 沒有所謂 但是你一定不可以停止 嘗試任何的事物 你不要說 我都不會彈結他 我不會彈結他 我不會畫畫 我不會畫畫 不要想著 我都不行的 你先試一下 如果我當初不拿起畫筆畫畫 我不知道自己喜歡畫畫 沒有人 一生出來就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你一定要試過 碰過那件事 拿起過 你先說不喜歡也未遲 不要抹殺自己所有的可能性 不要抗拒所有的身事物 或者有一天 你會跟我一樣 忽然之間 會 找到自己的執著 找到自己的熱誠 在哪裡 很多人會說 某某人的起跑線高 他當然是什麼 我想說我的起跑線一點都不高 起跑線只會決定你一出生 你站在哪個位置 但是他不可以決定你 將來可以爬得多高 你去得多遠 我不敢說我這一刻成功了 但是我的方向 我現在很明確 知道自己是正確的 既然結果我們都沒有辦法控制的話 又何必想那麼多 不要去到最後才發現 整個青春就是給了動漫 給了遊戲 給了韓劇 要記住 當你越喜歡 越在意這件事 他出現的問題和障礙 是會越多 但並不是因為這件事 真的是你想像之中那麼困難 其實很多困難 很多壓力 都是我們自己FF出來的 可能這些就是平頸位 我們要將這些平頸位 一一擊破 想辦法解決 而不是埋怨 而不是放棄 千萬不要 沒有動過 沒有爭取過 就覺得自己懷財不育 你一天不出發 你一天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厲害 跑得多快 當你找到屬於自己喜歡的東西 找到你的熱誠 你會發覺每一天都會過得超級自快 你想起以前 你怎樣花二十幾個小時去看動漫 去打遊戲 去怎樣去成 那些日子是很輕鬆的 我天天躺在那裡 媽媽就送飯給我吃 我整個寵物一樣 比起那些萬無目的輕輕鬆鬆的日子 我更加喜歡現在有壓力 有心跳 有方向的自己 那最後我就希望我的YouTube 和我的設計 都可以共同而進步 共同發展 帶歡樂給大家的同事 其實大家都在給我能量 多謝大家出現在我成長的路上 我們一起加油 好啦 今天就和大家見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追蹤我的個人創作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Facebook page就有一些我做手作的影片 那Instagram就是Mandy's Club 也有我的產品 我的工作也是在這邊的 個人生活 無聊日常 就follow我另一個Instagram 53web 最好兩個都follow了 好啦 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